全油管最快新闻,近日,浙江杭州一位名叫高先生的保安辞职开始捕捉资料来赚钱的事情引发关注。 但是,网友对此表示质疑,认为捕资了并不是赚钱的好方法。 报道中提到,不同地区由于供需关系,资料的价格差别较大。 在里水、金华等地,资料甚至出现了价格暴涨的情况。 在杭州本地,白产的价格为2-3元一个。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使用资料也存在风险,建议每天使用不要超过5-8个。 捕资了可以带来利润,但要注意使用安全。 以上是红星新闻记者的报道。 这则新闻报道了杭州一位保安辞职捕资了来赚钱的情况,并介绍了资料的价格差异和使用风险。 该报道提醒人们在追寻经济利益时要注意保持食品安全一时。 订阅新闻及速递,最先知小天下事。